不是因为我学得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大家好 我是瑞丹尼 29岁 来自拉投亚 在中国待了8年 现在从事演员和 短视频博主的行业 这个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老外 瑞丹尼 是短视频平台上 拥有千万粉丝的明星博主 不过他更主要的工作 其实是演员 进入短视频创作领域 源于拍戏片场的一次 无心插流 有一个影域也特别火 然后我穿着那个衣服 戏里面的衣服 跳了一点舞 然后就发了那个视频 然后就是现场的 那个执行导演说 老师我们去拍摄了 我就把手机一扔去拍 拍完了之后 回来打开收集 好像就是 就已经拍了20分钟左右 半个小时那个镜头 有20到30万人 看了这个视频 短视频创作 让瑞丹尼对中国庞大的市场 无穷的发展潜力 有了切身体会 而这也是他当初 选择在中国 发展事业的原因 我从小特别想做演员 然后呢 拉图亚就190万 就是你拍了电影 或这段视频谁看 而中国是一个很 现在非常大的国家 然后就是市场又很大 然后迅速发展 我觉得中国是充满了很多的 期待和机会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中国是 一定是未来 除了看好中国的影视市场 对瑞丹尼来说 中国的演艺行业 还有一个吸引他的地方 那就是中国丰富 而又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瑞丹尼也会自己购买 中国传统服饰 在短视频拍摄中穿着 而在演员工作中 他也参演了一些古装戏 比如绣春刀 山河之影 大明国子剑等等 我对古装非常好奇 就是因为首先这个 更有挑战心的一个东西 你去演古装的时候 就是对演员是很有挑战 你去研究 你需要去挑战自己去做功课 而且古装的衣服很漂亮 说一个普现的吧 我觉得穿古装的衣服好帅 中国古装衣服太好看了 在工作中接触越多 瑞丹尼对中国历史的兴趣 也越发浓厚 因为他墙就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很有色彩 就是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他那个 这个芒国人特别特别厉害的 成吉思汗那段历史特别有趣 他一个人 他们就是快速 就是展示那么多的地方 而且很快速团结那么多 那么多徒弟 就是他们背后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就是这种事情我觉得很伟大 静音在中华文化中 如今瑞丹尼感到自己越来越像个中国人了 我有贵属感 说实话 我现在出门 我都没有感觉我是外国人 我不看镜子就快下午在街上走 我就知道我就是这边的一部分 瑞丹尼说 他有一个梦想 希望自己能成为中西之间的桥梁 利用自己在影视和短视频方面的专业技能 让世界不止看到新闻里的中国 通过一些新闻稿去理解别的民族是不对的 比如说在哪怕大连也好 疫情比较严重了 他们就是在国外的新闻可能会报道成 就是类似就是哇 中国从心开始全部感染 就是人就是基本上感觉是整个中国被封的样子 就是我会觉得 你是从哪来的这个灵感去变这个故事呢 完全跟事实不一样 我是希望能够以后 有没有可能把就是中国的西方的文化 西方的和中国的文化 就是做一个和拍片 拍一些可能又给外国人介绍真正的中国 又给中国人介绍一些真正的外国人的文化